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而台湾农业现况根据农委会资料显示 农民平均年龄却高达62岁 除了农业人力老化问题之外 也因气候骤变 过度使用化肥与土壤贫瘠等 使得农作效益下滑 还有因工业污染与农药残留而造成的食安疑虑 为了扭转目前农业的困境 辉药农业科技结合农业、新药、医疗的专业 研发出以维生物技术为基础的 土壤改良益生菌 除了改善因连做障碍造成的土壤贫瘠 以及施肥过量或农药残留产生之食安问题 益生菌也间接提升耕种的效能 大幅提高作物的收成率 此外 由于益生菌使用后所带来的便利性 刺激了许多青农更愿意回到村落 为台湾土地尽一份心力 使用了辉药的益生菌下去之后 我们发觉到它在土壤的方面 多了很多的像蚯蚓的洞 只要淹水的时候 它也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感觉在植物上的生长 它是真的很茂盛 一般的话一份地应该会在100件 可是我们这一次 大约估计应该会超过150件左右 产能多了快一半以上 我们做蚊蚓的就是有连作障碍 用这个肥料的益生菌 我的蚊蚓你看大牌这样 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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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漂亮 它这样继续大 我基本上的肌肥 我就不用太用 益生菌我有用在南瓜里面 南瓜我用两分 两分就做试验 两分的我收到5000金 没有用的收到5000金 它的差别真的很大 为了更有效推广永续农业 除了必须选择有益环境的维生物 作为发展策略之外 甚至无偿将土壤改良益生菌 提供给全台超过300名农友来做实测 并于实作前 为农友实施土壤检验 因为长年年作 我们就想说试看看 那个益生菌会有 跟没有弄的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使用辉耀生剂的土壤改良菌 它有明显的改善 它生长会比较茂盛 像我们试用下去的感觉就是 它会病菌病害 它会明显的改善 会少很多 根气会比较饱满 联组伙似义说 它的肌可以平均分散 它变成并于我们的厨房 大小长差很多人 那个药医生菌 它刚刚才有带我伺候 先转到1个拜用1天 跟现在用4个拜 两个肌 先转到大肌 先转到很多肌 然后它会算成小肌 所以人也会比较漂亮 所以这一生菌 这真的不错 但让家人越来越乱 后来先转到辣会比较好 因为这区失踪蛮久了 十一年了 用了之前用过很多种菌种 它无法让我看到说 好像我们种在新地的感觉 所谓新地的感觉就是说 一般新地它没有受过任何污染 植物种起来就是比较漂亮 我们这次体验了肺药生剂的土壤改良 益生菌 它有让我看到什么叫做回春的感觉 我们用了益生菌之后 从3月10号定植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用过化学荣药 这块土地已经连续种植苦瓜 它要4到5年 然后因为有连作的障碍 导致我的苦瓜植株一直生长得很不好 然后观察之后发现我的根部一直无法 顺利地开根 彩帮栗烙原益生菌对于土壤分解 土壤里面过多的肥份 是有相当好的成果 这是植株使用益生菌后 大概10天的照片 然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说 植株已经开始正常地生长 有机、天然、环境、永续 透过生物科技技术 突破了现今台湾农业的挑战 改善了困扰农民数十年的土地 收成等问题 未来将更积极参与国内外展览与学术研讨 其中包含7月的台湾生物科技大展 透过更多的交流机会 未来能将这一道农业曙光照耀国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